各位好,我是輝sir 今天我有一個臨床分享 就是一位癌症的康復者 就是應用了PL-100免疫球營養粉之後 身體有些改善的狀況 我就想讓大家看到這個個案之後 就多個應用PL-100免疫球營養粉 在我身旁這位周婆婆 她本身就是一位癌症的 暫時叫穩定期的康復者 她就應用到PL-100免疫球營養粉 所知你本身就是當初有個癌症困擾著你的 我想先問一下你的發病的經過 你第一次發病是甚麼事? 是甚麼癌症? 我第一次發病的時候就是我40歲 40歲 我有了BB 做產前健驗的時候 發覺子宮頸有癌細胞 當時醫生有甚麼建議給你? 醫生建議是我要做手術 連子宮和BB都不要除去 那當時也做了這個手術嗎? 當時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 我在40歲的年紀 上天都賜一個B給我 我覺得我要保留他的生命 所以我就不肯答應醫生做這件事 醫生最後的 首先我問醫生 我有癌症會不會影響這個B? 會不會這個B一出生也會有癌症? 醫生說不會 如果不會我就要保留他 所以醫生很大膽地和我抬著B的時候 只是割了子宮頸 那個癌細胞就割了去 保留了那個 拖兒BB 但是 之後 不夠兩年 發覺我 子宮頸 不是 子宮 子宮 和一個卵巢 有癌細胞 擴散了 其實擴散了 是的 然後 就 立即做了子宮 和卵巢 之後 不用 總之我六年之內 連子宮頸 子宮 卵巢 六年之內 六年之內 但是那時候你發病 就是40多歲左右 那时候删除了B,再发生所谓的扩散 好了,你现在已经80多天了 还有一半个月80 80岁,差不多79岁半 但你的故事就是以前的癌痕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 在那时候,即是说他发了病,割了苦科的器官之后 还有没有发痕还是有其他的扩散? 我六年就完成了本身 然后,无法做完子供一个卵抄 然后又完成卵抄 六年之后,应该我差不多六十岁那年 发现我阻瘀房 由扩散到阻瘀,阻瘀全部完成 然后已经好了七年,不久就到了鱿鱼房 70岁那年就做了最后一次,女性器官都做了 但我已经不需要再去看肿瘤 不用看肿瘤,现在是稳定期 总之肿瘤科除了我的名字,不用复诊 那你为什么会用到这个BL18免疫球营养粉? 很偶然之间,认识到一个朋友的太太 因为我是在那座委会上办事 我们可以集中一个街坊的地方 那位太太,吴小姐借用我们的地方 然后就介绍给街坊 之后就轻开觉得对癌症是最好的 我现在没有癌症,我以前有 也是叫做曾经拥有过癌症 我想着可能对我也会好些 那我就做了一个尝试 是,吃这个产品 但你吃的时候,你当初的状况 吃之前和吃之后 你有什么分别? 有什么状况可以看到有些改善? 最主要应该是对我的胃口来说 之前我一直觉得胃口不太好 是 整天都没有饥饿的感觉 那人都会一直瘦下去 瘦得很重要 那我就试过之后 我发觉原来 我是觉得有肚饿的感觉 是想吃东西 不可以吃太多 不可以吃太多 那这件事就令我很开心 心理上对我有一个治疗 因为你知道 女人年纪大了 如果瘦就会老不漂亮 所以我就要尝试 原来真的可以令到我 觉得有饿的感觉 是想吃东西 这件事我觉得最感恩 那我想吃东西 我都想吃东西 可以吃东西 那我就可以肥一点 我希望80岁的人看起来 好像70岁的人 就会很开心 这个我可以分享一点点 其实当一位任何人士都是 你有病期间 或者是有癌症的人 也好 有时候我们判断 当事人的预厚好不好 其实看他没有胃口 如果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譬如说你伤风感冒 或者发烧 或者我病期间 是不想吃东西的 那其实这个是身体 一个叫做 跟那些病症斗争的时候 他想你的消化系统休息 那休息的时候 就强化你身体的机能 对付那个 比如细菌病毒 或者癌细胞 但是如果你长期都是一个 不吃东西的状况 就弊异 身体因为我们的白血球 靠什么来打仗呢 其实我们的白血球 就叫做免疫球蛋白 它的营养素就是蛋白质 所以你看到一个人 有病的时候 不断消瘦 为什么呢 白血球跟他打仗的时候 你不够蛋白质 他会拆解我们身体的肌肉 你给一个营养的白血球 你一个营养的 所以这段期间 吃东西有胃口就很重要的 好了 固然之现在你说 你刚刚好 就选取这个 PL-100面球营养粉 刚刚去一个 就是一个碎取的蛋白质 来的 是一个鸡蛋的碎取物 那就好 好说不好听 其实就改善了你身体 第一个机能 另一个就是 有时候有人说 我都有吃蛋白质 为什么没有胃口呢 那些是 可能那些牛奶蛋白 或者肉的蛋白 没有那么容易消化 而且他某个程度 可能只是 一样就帮一样的 这个不是 一样就帮一样的 他可以令我们身体 有胃口 甚至乎 强化我们的机能 因为你其中一个个案 因为我之前都拍过 多位的临床的个案 甚至乎我有些客户 都是那些癌症病人 他就吃了产品 他的胃口是好了 肥了一点 撞一点 这个很重要 因为如果你肥不了 不断消瘦 有时候我们说 癌症病人 就死于什么 就是死于肤蝎 就是器官衰蝎 所以这个产品 对你来说 就是一个很好的 机能提升 我也想问你 你每天吃几次 每次吃几次 每次吃几次 几斤 我在9月份 我也中过招 中了新冠病毒 非常幸运 当它中六合彩 是 那我就觉得 那我现在 不如吃多一点 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能力 因为他们说 中招 不一定是中一次 有机会再中第一次 是 假如我身体不好 那免疫能力一定是低 那我现在 吃够两颗 嗯 吃多一点 增加免疫能力 就更强 我想 提升回来看机能 每天是几次 我现在每天吃两次 每次 早晚两颗 两颗 就是变成四颗 我其实也建议是这个颗数 有时候有些人说 保健一颗 其实是很小的 我觉得一颗 你要是一个很年轻的人 低质量就可以 如果去到一颗 基本上至少两颗 甚至乎我们 都有些案例 我建议是四颗 一次过 效果应该好 不过也要看自己的 吸收能力和经济能力 如果吸收不好 那你就浪费了 不过不是的 我们发觉 那个学数越多 我现在的经验 反而吸收能力越强 它自己回来的机能 提升身体的生产代积 是好些的 这个就是我 那批客户用到的分享 我告诉你 所以如果以来 未来的日子 我都建议你 你现在吃开来 你可以再用回 其实某个程度 这个产品 可以与很多的自然疗法 或者中药 一个配合的食疗 它有一种叫做协同效应 什么叫协同效应 就是说你用的 这个PL-100 免疫琴弧营养粉 吃你的中药 或者你的营养补充品 可以放大 你原本的药物 那个疗效 这种叫做协同效应 其实自然疗法来说 就很推广这种协同效应 那个食用方法 就是它可以帮你原本吃的东西 推动它 发挥了原本的攻击 效果中放大了它 这个协同效应 所以现在 就是等于我们 比如说开中药 有时候有些中医师 为什么不可以单方走天下 比如说甘蔓花 菊花 喉咙烘烫 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协同效应 通常有些伤风狗舞 去十几米的中药 它是所谓的君臣佐视 就是一个叫做配合 有些负责导入的 有些负责提升的 类似的效果 现在我们的营养补充品 比如这个PR100 免疫球营养粉 都可以将你身体的 吸收性大了 那你吃的物质 就是中药 或者其他的营养补充品 或者你本身的善食 就可以提升吸收 加强身体的 有机能的提升 有时我们任何的病症来说 譬如现在我们说 因为今天的主题是说癌症 其实每一个病都好 我们说尤其有癌症 是说活存录的 我们不是说说得那么夸张 吃这个产品就要好癌症 西药都做不到的事情 我们只不过说 令你的活存录提升 或者你的生命质素提升 那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意义 你那个人就会长寿了 正如现在 你本身吃了这个产品之后 你有胃口 其实某程度来说 有胃口就有吸收 没有胃口 隔壁灌你吃也不吸收 这个意义性就很重大了 另外我也说说 PL-100免疫球营养粉 其实它里面有什么特性呢? 它是含有一个IgY的免疫球蛋白 IgY其实人体没有这个抗体 是禽畜才有的 但是如果人类服用了 IgY的免疫球蛋白粉 进了我们体内 有什么用呢? 就是免疫我们身体 所有的白血球抗体作战 对付病毒 或者癌势 包括含势能力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抗体 其实某程度来说 就是如果当事人有癌症 或者伤风感冒 或者在这段疫情期间 你可以用回 PL-100免疫球营养粉 做一个叫做助疗 就是帮助身体的康复 而另一个效益,它本身是鸡蛋的碎取物 某程度是一个容易吸收的蛋白质 有时有些人说我怕我不吸收 或者吃肉类的蛋白质是可能令到我胃顶着 又不想吃肉类,又怕是重酸性 你可以用这个PL-100免疫球营养粉 这个鸡蛋的碎取物,给我们一个优质的蛋白质 所以这个产品其实是有两个方面的效果 就是一个优质的蛋白质,又可以强化身体抗体的免疫力 这个就是PL-100免疫球营养粉的效用 所以也多谢你今天上来讲这个分享 其中一个见证,一位癌症病人,我们叫大病初遇之后 其中一个提升你的身体的机能就是PL-100免疫球营养粉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产品的应用性 这里我也有一个呼吁的 譬如现在大家在看这个视频的朋友 如果你也在用这个产品 如果你觉得身体是有改善的方向 不妨可以联络我们银行社 订阅一个临床个案 因为你的带动是一个真实个案 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 有相同问题的人士来说 见到这个视频 原来我服用这个产品 可以改善身体某一个状况 给多一次机会自己 可以令自己身体改善 有时有些病例如严重到可能癌症 有时有些产品可以令你的生命提升 这个就是延长你的生命 这些是无价的 给大家多一个见证和分享 今天这个视频的分享到这里 多谢周婆婆的粗席 拿时间来拍这个分享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